我媽媽就對我笑 可是她那個笑很詭異 不是 她從來沒有那樣笑過 我就看她 一看 怎麼有一個頭啊 沒有身體 好 來 我們要聽譚律師的故事 主持人好 夜市之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83年6月份 我母親在一個大醫院 就是癌症末期 那我們家裡六姐妹 就是兄弟姐妹 我們就輪流 就是每一天 有一個人就在那邊照顧我的母親 那晚上也在 白天有人就這樣 那那天我就輪到我去了 我到醫院的時候 我姐姐 兩個姐姐都在 大姐 二姐都在 結果我媽媽就對我笑 可是她那個笑很詭異 不是 她從來沒有那樣笑過 可是我一看我就覺得不是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笑 從來她沒有那樣笑過 那我姐姐也覺得很奇怪 她就說 結果我大姐就跟我兒子說 你看我媽媽怎麼一直對著軍方一直笑 而且笑得很奇怪 那我那時候沒有在意 到晚上他們都回去就生我 因為我就是以前看過這種東西 我就膽子很小 那我就叫我先生來陪我 說晚上我來陪我媽媽之後 你就來陪我來睡 因為我住那個 我媽住特等病房 因為她癌症末期 就想說讓她舒服一點 就有電視可以看 那到了晚上差不多十點那樣子 那我就說叫媽媽睡 結果我媽媽就在那裡打牌 就坐她就坐起來就打麻將 因為我還沒注意到她 我在弄床鋪在那裡 因為我睡了那個 她睡了這邊 她的病床在這邊 那我就在她的這邊 一個沙發裡 我就這樣睡看著她 就是晚上我都要注意她 因為她那時候她打的馬飛打太多了 就有點有時候很清楚 有時候就不清楚這樣 就怕她晚上會起來會摔跤 這樣 那我就過來注意她 她那天我弄床她就叫我 我說君剛你過來一下 看我這個牌要不要紅 她說因為我媽他們打十三張嘛 就算翻的 她說四番牌 看我這把要不要紅 叫我過來看 就說她說雙北風獨聽將 因為他們四番起紅 那我就過來 我就想她是在已經糊塗了 我就安慰她說 我說好嘛你要胡就胡這樣這樣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旁邊還有人 就是說看不到的人 對 在跟她打牌 後來她就說 那個張媽媽這一把 我不要她的錢 你把錢要退給她 後來我就說好 我就這樣答應她 你也是就是配合著就對了 配合著對 對 然後她就說你退給她沒有 我說退了退了 她說我今天贏很多錢 我媽媽這樣講 但你錢收好了沒有 我說收了收了 就這樣子 那我就扶她睡下去 她又坐起來就這樣洗牌 就是那個動作 洗牌的動作 那我就說 我說媽媽你睡覺了 我說不要打了 我說睡覺了 又把她扶下去睡 結果那天晚上 她就吵了一個晚上 就一直叫 張太太 張太太一下 又這樣叫 又不要跟什麼人講話 反正就一直吵 結果那個晚上 那我就不敢睡 我就一下一看她 一下一看她這樣 那我在醫院 我的燈都關 那房間燈我關了 睡 因為我有燈我睡不著覺 可是外面還有燈照進來 那打了差不多半夜了 差不多兩三點樣子 她就 她就在叫啊 又在講話 我就看她 一看 怎麼有一個頭 沒有身體 就是只有一個頭 一個女人的頭 頭髮捲捲的 就長的 就捲捲的頭髮 她就在那裡 我就看到這後面 因為她對著我媽媽 大概就跟我媽媽 講什麼話 就看她頭髮 就這樣子動啊動啊動 我就一看 我再仔細看一下 我就以為是我媽媽 坐起來了 因為我媽媽是那個 拍著長頭髮 就包頭了 就是後面有一個 那個機 包頭 我以為她把那個 拿下來了 在弄頭髮 我就把燈一開 沒有啊 都沒有東西啊 或者我就看我媽媽 她頭髮也沒有亂啊 還是這樣睡人的 可是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那麼多 也沒有在意 我就把燈也關了 又睡了這樣 那到第二天早上 我弟弟來接我的 來接我的 那我弟弟一來 我媽媽就跟他講 可香可香 我跟你講 昨天晚上好多人來威脅我 威脅 威脅他 威脅什麼 他說 你站這個床位站太久 他不是睡這個床嗎 他說你站這個床位站太久 你不要裝傻啊 他這樣 他說 你花了二十幾萬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跟我媽媽講過 我們花了多少錢 因為他那時候 我們也不願意跟他講說 你花了多少錢 儘量讓他舒服一點 可是真的就是花這麼多錢 那我一聽到他這樣講了以後 我那個馬上那個 雞皮疙瘩全部都起來了 因為我昨天晚上看到 這就是真的事情 可是我當時 我都不敢跟我姐姐他們講 因為他們每個要輪班 他們來的時候 萬一說我一照你講 他們都害怕 都不敢 不敢那個 我都不敢講 我回去以後 我就找我那個鄰居 有個媽媽 她是姓佛教的 跟我很好 我就問她 我昨天有這種情形 要怎麼辦 她就說 她就幫我摺那個 就是網身紙 就是那個黃色的 那個網身皺上面 她就幫我摺那棉花 摺了一大包 就是紅紙袋 就寫 叫我寫 就是說我媽媽的 冤親在住 然後以我媽媽的名義 就燒給她 那我就聽她講 我馬上晚上 我就在我家院子 我家一個小院子 就把她燒給她 那我家不是養了 我先養了五六隻小鳥 掛那個就是旁邊 其實沒有靠近那個鳥 就在這邊燒 那這邊就前面 就有一個桂花樹 那我正在燒的時候 我有一隻鳥 就四腳朝天 四腳朝天 整個就這樣倒下來 就是腳在上面這樣倒下來 那我先生在客廳就看著 她就說 你把我鳥燒死了這樣講 其實我是離得很遠 她說燒死了 那我就去看那個鳥 我就說牠的很寶貝嘛 鳥 我就把牠拿下來 她就說快拿進來 她就去沖水 給那個鳥沖水 然後一直唸 她說 我那個鳥一定會嚇掉了 不死了就嚇掉 或者腳會斷掉 後來我正就是在燒 那個籽錢是燒完 不是 我有跟那個講 我就說 我說我媽的原因在這裡 我說你不要來騷擾我的母親 我母親住哪一個病房 住哪一個樓 我說我燒一點這個籽錢給你 希望你不要去打擾它 我講完了以後我就燒 等我燒完的時候 我那個那是六月份 天氣很好 沒有風 結果那個樹啊 樹葉就啾啾兩聲 好大聲 就是那個桂花樹 因為我就靠近桂花樹來燒 就兩聲很響 那我就去看 我說這什麼東西啊 什麼東西響啊 這兩聲響 我就看到這邊樹葉都沒動 就這邊兩聲響 結果後來我那朋友就說 他說那個人來拿了 收到了 他收到了 對收到 可是那個我看不到對不對 那個鳥看到了 鳥是被嚇的 嚇的嚇的嚇的 可是第二天以後那個鳥就很好 他活過來了 他沒有事 他不是燒到它 他是嚇到 對 對 下個視角 那你先生後來有沒有跟你說對不起 因為他冤枉 對 對 小鳥 對嗎 對 就是很奇怪 就是這種事情 因為有這個媽媽的生物病 然後這樣一連過來 你可能會相信說 真的會有這個無形的看不見 對 而且還我媽媽過世了半年以後 我家裡發現也出現很奇怪 這一次我是沒有看見 可是就是有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媽半年以後走了半年 我晚上 我就 我現在洗澡 我在臥房 就是看電視 臥房有個電視 我就在床上這樣躺 我的垃圾桶在我的右手 可是也沒有靠上門那邊 就在這個櫃子的前面 沒有風 他就自己動 嗯 就自己動 我就奇怪 我以為是說有老鼠什麼東西 就一看沒有東西啊 就就我就 我先生沒看到就我看到 我就跟我先生 我說那個怎麼搞 我們家垃圾桶會動啊 我先生說你過敏吧 你是不是太 就這樣子啊 就我就算了 我心裡想 會不會是我媽媽回來 啊 那時候我是這樣子想的 後來又來一次 這個垃圾桶 它又動了一次 就是大概又隔了差不多 兩三個禮拜以後 然後晚上睡覺了 我那個電話自動它就 就是有人打開了 就是到了半夜 那我 因為那個就在床頭上面 打一個電話 那我先生就睡這邊 躺在他的後面 我就有兩次這樣子 我說怎麼搞的 我就那時候還沒有想到別的啦 我就說奇怪怎麼搞這樣子 我就打開燈看 是不是我現在碰到那個 就是那個開關了 結果也沒有啊 他睡得好了很難 就好幾次這樣子 那 現在還有 後來我就是告訴你 就是後來我白天 他也是這樣子 我坐在樓下 他樓上的電話 又是這樣子 就開了 然後樓下的電話是主機嘛 就會叭叭叭叭叭 就有人開了以後 你不講話 就會叭叭叭叭 這樣 那我就那時候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我以為說電話出了問題 可是不聽我 聽後來我聽他找他 我看見他 我當說電話 其實他懶得了 他就不愁 我覺得他在那個 然後他就在冒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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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我沒有嗎 我沒有喝了 是這個 我覺得他有很多 那家人 他總體 那就好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